第六轮高端疫苗接种 昨天加开20到35岁的族群 而截至今天上午1点钟 已经有超过16万人完成预约 可以说是相当的踊跃 那么现在的预约总数 距离现在高端可以供应的61万 已经是非常的接近了 不过有医生就在脸书上 抛文质疑 说高端公布的中和抗体效价662 是打完两剂之后 过了57天才测到的数字 那么如果只打一剂 会产生中和抗体吗 目前并没有数据 而对此指数官陈时中说 他重视的是 完整打完两剂的保护力 第一剂的保护力 会由相关单位再来评估 而目前高端疫苗 两剂的接种时间间隔是28天 因为没有研究显示 可以把这个时间拉长 因此会照着访单来打 高端疫苗你预约了吗 第六轮高端疫苗接种 加开20到35岁民众 但才过一天就有超过16万人 已经完成预约 占符合预约资格人数的55.63% 外界质疑是不是因为年轻人没得选 只有一种疫苗可以打 才会预约这么踴约 大家都还是希望说可以打一个疫苗 比较安心 不然现在状况那么多 先求有再求好吧 对 因为现在毕竟AZ跟莫德纳 还有BNT都打不到 主要还是有因素就是因为 前面三六岁以上的 还有其他的选择 而面对即将开打的高端疫苗 有医师在脸书po文之一 高端疫苗公布的中和抗体效价662 是打完两剂后 过了57天才测到的数字 那只打一剂会产生中和抗体吗 数据又是多少 目前未知 他认为只打一剂的免疫反应很重要 因为台湾的疫苗施打政策 以先覆盖第一剂为主 毕竟大部分的人打了第一剂 可能都要等很久才能打到第二剂 也有人第一剂打了不舒服 就不想打第二剂了 那保证大家都可以打到 第二剂的高端疫苗 大概一个月后 这样子才能产生这个 免疫条件实验里面 662中和抗体的效果 过在目前来讲 我们还是维持在他的访单的日子点 因为没有新的研究来支持 他可以变得更长 虽说陈时中挂保证 只要打过第一剂高端 28天后一定打得到第二剂 但民众还是忧心 目前第六轮 暂时有58.2万人完成预约 而且预约时间还没截止 但现在通过封间的数量 只有61.4万剂 恐怕会不够打 对此陈时中强调还有备用疫苗 只要通过封间审查就能使用 谢谢众好报道